古朴雅致的素三彩瓷器 为您讲述一位明朝皇帝的母子情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素三彩瓷器是中国瓷器的一个重要类别 中国古代有红为昏色 非红为素色的说法 素三彩瓷器因为右面中不含红色而得名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 就是一组明朝万历年间烧造的 素三彩云龙文竹台和贡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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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写几公分你可能没有感觉 但是当我真的一进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震撼 专家介绍说 这三件器物是佛前五件供器的组成器物 佛前五供是指佛前五件基本的供养器具 此外应该还有一件三足香炉和另一件供瓶 香炉下落不明 供瓶则收藏于日本东京的梅泽纪念馆 这组竹台和供品是明万历皇帝下召景德镇的工匠 烧造的佛教供器 那么万历皇帝为什么会烧造这样的瓷器呢 这还要从他的母亲李太后说起 李太后是万历皇帝的亲生母亲 她刚刚入宫的时候 只是一个在当时被称作都人的宫女 后来她被派去伺候当时还是豫王的朱在后 她被朱在后宠幸 生下了一个男孩名为朱义军 过了四年 朱在后当上了皇帝 李氏被封为贵妃 第二年 她的儿子朱义军被封为太子 朱在后当了六年皇帝就死了 朱义军即位为皇帝 也就是万历皇帝 那一年万历皇帝才十岁 她尊年仅二十八岁的母亲李氏为皇太后 皇太后一直活到七十岁才去世 她是朱在后的后妃中最长寿的 李太后认为 自己之所以能从一名普通的宫女成为太后 跟她信奉佛教有关 据史料记载 李太后在北京修了好多寺院 现今有存的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万寿寺 就是万历皇帝为报答母亲而修建的 李太后还留下了许多崇佛的故事 据史料记载 在当时明朝宫廷里 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为御佛日 共有两种糕点 一种叫做大布拉家 一种叫做小布拉家 供佛仪式完毕后 李太后就会下令将这些糕点 分发给百官或者太监宫女们 后来这成为了明清后宫中的一种传统 宫女太监们很多都盼着御佛日 因为那天能吃到糕点 也是祈求福寿安康的好日子 李太后的种种崇佛好佛行为 被大臣们颂扬为慈悲为怀 她在宫中也被人传为菩萨的化身 尊称为九怜菩萨 受到母亲的影响 万历皇帝也信奉佛教 她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幼民 专家推测 明代佛前武功的发展和完善 与万历皇帝母子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代的佛前武功 一般由佛教信徒购买 供奉于佛像前 人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来祈求保佑家宅平安 万历皇帝领母中出土的 皇帝紫彩人物故事文花姑和皇帝紫彩盘痴文双耳相掳 是一套词武功中的三剑 专家推测 他们当初应摆放在皇宫内的佛像前 供万历皇帝以及皇后皇妃等人拜佛时使用 万历皇帝死后 这三剑慈供器作为其生前使用过的器物 而随主人一起下葬 这套武功中还应该有两剑竹台 他们为什么没有随主人一起下葬 这还有待与专家进一步考证 明万历素三彩云龙文竹台和供平 他们也是一套佛前武功中的三剑 当初摆放于北京一座寺庙的供台上 专家推测 可能是李太后经常到这座寺庙中拜佛 万历皇帝为了让母亲开心 就让景德镇姚公专门烧制了这套瓷器 给这座寺庙 云龙文供平和竹台上的幼彩 被称为素三彩 素三彩瓷器是明朝成化年间 景德镇姚公创烧的新品种 明家境和万历年间 时不时的有所烧造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 素三彩瓷器又开始大放一彩 素三彩瓷器是一种右上彩瓷 它以黄绿紫三种颜色为主 有的时候还掺杂有其他的颜色 唯独没有红色 现藏于江西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 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 1987年出土于景德镇官窑遗址 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素三彩瓷器 鸭形香薰分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为盖子 下半部分用于盛装香料 鸭颈与口部相通 鸭腹为椭圆形 底部有青花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方形款 这件鸭形香薰全国仅存一件 为国家一级文物 明家境时期素三彩瓷器继续烧造 这件素三彩蝉枝莲文瓶是其中的精品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瓶口微撇口原相同 溜尖骨腹 不以下收敛圈足 外壁装饰有白柚蒂素三彩 口颜处会如意云头纹 腹部会缠枝莲纹 浸足处会卷草纹 瓶身秀美 纹饰滑贵 色彩素雅 具有内脸之美 明万历年间的素三彩瓷器 大多以黄色为地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皇帝素三彩二龙细珠纹盘 就是这种类型 通体皇帝素三彩装饰 内底是双龙细珠纹 外壁是缠枝莲纹 所有纹样均先用黑彩勾出轮廓 再填以紫绿 孔雀绿 黑彩等 它跟前面介绍的云龙纹竹台和贡瓶一样 反映出万历年间素三彩瓷器 高超的制作工艺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 素三彩瓷器的工艺 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而且还衍生出很多新的品种 这件虎皮三彩撇口碗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碗撇口 胡腹 圈足 圈足内施白佑 碗底属有青花楷书 大清康熙年制 虎皮三彩瓷器 是康熙素三彩瓷器中的新颖品种 气表以黄 绿 紫 白等色柚 点染成斑块状 犹如虎皮斑门 故俗称虎皮柚或虎皮三彩 康熙素三彩瓷器最名贵的品种 是墨地素三彩 这件青康熙墨地素三彩花鸟碗 是其中的代表作 碗长口 微撇 下成圈足 碗外壁是黑柚为底 满是花鸟图 树时之间一只鸟儿平住于枝上 神态灵动 颇为传神 此晚所视又彩 典雅秀美 透出一种聚尽艳俗 风韵不凡的情调 展现出康熙素三彩 淡雅静谧 不是张扬的个性 明万利素三彩竹台和贡瓷 后来流失海外 被英国博列颠博物馆收藏 2012年6月22日 为了庆祝中国国家博物馆 建馆一百周年 两家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 瓷器精品展览 这组素三彩云龙文竹台和贡瓷 就在这次展览上展出 很多中国观众 才一睹他们的真实面容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能力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